OK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个场地好像我又不太习惯去了 我们这几天都在那一边 这是我第一次好像要站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这几天都在那一边嘛 对不对 有一点不太习惯 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山头来的 好 今天这个下午这一堂 我必须要把雅各苏讲完 那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是讲得比较慢 因为我怕弟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呢 对雅各苏也不太认识 所以呢我就慢一点讲 不过今天我必须要讲完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连三章我都要赶完 那刚才这个 有问说呢 这几天一直连续参加的也不少人 只不过是说呢 你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话 你都回去好好看 有关于雅各苏前面这几天 我没有办法再讲回去 我再讲回去 今天早上我就 今天下午我就讲不完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从第六章开始谈 早上呢我们是在交来那个地方谈到第五章 那第五章呢是一个转折点 意思说她结完婚以后呢 所罗门跟苏拉命的女子结完婚以后呢 那有一段的这个误会期就开始了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苏拉命的女子呢她很敏感 有点不安全感 那王嘛 王日礼万机 她有这么多的事情 半夜回来是情有可原的 是更何况 所罗门这个时候呢 有六十位的王后 八十位的飞兵在她的旁边 所以呢这个是很忙碌的事情 在所罗门王的这个事工上 所以那一天呢她可能到清晨才回到 回到这个苏拉命的女子的旁边 可是呢苏拉命的女子整夜没睡着 那觉得呢王不知道去哪里呢 那就不给她开门 她的理由就是说呢 我脱了衣裳了 我不要再出去了 我已经洗了脚 我不要让这个脚再玷污 然后去开这个门 后来呢 其实王呢 自己想伸手进去开那个门 其实也可以开得动 不过呢想说呢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就不打扰 后来她就离开了 你看以后呢 女子的心中里头就过不去 心又动了 那我们今天早上呢 在交赖的时候 我们就说啊 女孩子呢常常是这样子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的 当然不见得是这样 前面有人在摇手 那不见得好像是这样子了 有些时候心动了 有些时候又觉得这个一回事 不过我们说 这是苏拉命女子 她的表现呢 她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好了 所以呢早上呢我们在那里谈了 苏拉命女子就很辛苦了 她必须要去寻找 有关于她的丈夫的事情 不过她去寻找她的丈夫的事情 遇到很多的麻烦 那也遇到了这个被鞭打 甚至于呢 城墙上的这些手卫呢 还夺去了她的披肩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完了以后呢 你看到回过头来去看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九节 先看第五章第九节 这上面会打这个经文出来吗 当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呢 她开始去寻找 我们说她经过五个旗 第一个呢是一个战友旗 第二呢是误会旗 第三呢是磨合旗 第四呢是寻觅旗 第五呢她开始经历如何去成长 有关于叫做成长期 好了我们看第五章第九节 这个时候呢路人甲 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呢 路人甲她就跳出来了 她跳出来的时候呢她说呢 到底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强处所在 你的良人到底比别人有什么强处所在 那其实呢路人甲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激发苏拉命的女子去肯定 这个良人到底是有比别人强处的地方 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安排 为什么 所罗曼王写这个诗的时候呢 其实要特别的把良人的好处给写出来 那这个女子呢 苏拉命的女子呢 她开始呢回忆呢 回忆有关于王她身上的好 有哪些的好 这样子我们今天早上有统计 一共有十二个点 十二点完全的 它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是从五章十节到五章十六节 等于她在成长的第一个阶段的当中里头呢 意思就是说呢 她是嫁给了王 首罗门王 可是呢他们的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可是只是过去恋爱期的那个印象很深刻 把进入到婚姻以后的那个其他 她大概都没有 只不过很多的时候呢 是回忆过去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她就回忆从五章十节到十六节 她去确认了她的良人 有什么比别人强处的地方 她去确认她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强处的地方 就好像今天早上我说了 有人就问你说呢 为什么你老是跑教会 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你吸引的 你礼拜一也要去 然后呢一下子又是小组要聚会 一下子又是主日要崇拜 一下子又是诗歌要练习 你三两头你就往教会跑 这教会信耶稣信基督教 到底有什么可以吸引人比别人好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是激发我们去想想 为什么你坐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一个礼拜一面有这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头 所以因为我的良人比别人强 所以呢我甘愿到她那里去 能够遇见她那是最好 好了你看啊现在到第六章来了 我们开始要讲我们的第六章 第六章呢 我们说了属灵上的成熟 属灵上的成熟 第一个是苏拉命的女子呢激发她去想说 你的良人是谁 有什么强处 你的良人是谁 有什么强处 让你施爱成病 让你施爱成病 这个是让我们回应说 我的主主耶稣有什么好 我在信仰的路上不能单单指示了 我的信仰路上不能单单 我倒是跑教会 可是你回过头来人家问你说 你到底信什么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信什么 我不是问你信 信名的信啊 我是问你信仰的信 当然你信黄 信成信 信施信信 信胡 那可能都是有的 不过到底你的信仰 到底信仰耶稣基督的意义在哪里 那这个呢开始激发到这一点来了 所以我们看第六章的时候呢 这个路人仪 耶路撒冷的女子呢又开始问话了 每一次问话都是激发苏拉命的女子的成长 都是激发苏拉命的女子去 去思考 为什么我要跟良人在一起 好了 第二 第六章第一节 来 我们来一起练好不好 你这个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她 再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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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练哪 你这个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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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好 路人仪 就激发第二个问题 现在你的良人 你老是讲你的良人 到底你的良人到哪里去了 他为什么不跟你在一起 那他就去说呢 我的良人也没有离开我 只是我看不到他 那确实也是 苏拉密尼你一直住在乡下 良人呢 良人在王宫里头 他知道良人在那里 可是我去不了那里 我不能进去那里 所以呢他还在乡间等着 可是呢 从你的良人往哪里去 这一句话呢 去强调良人在做什么工 所以导致他没有回来 也不能回来到跟苏拉密 苏拉密女子在一起 那我们看呢 他的良人到哪里去 六章第二节第三节 他去确认啊 这个良人做了工作 是很辛苦的 来 我们练六章第二节 来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 道香花了西 在园内木放群羊 采百合花 我呢 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是属我的 他在百合花中 木放群羊 那这个我是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这不是第一次说 在结婚之前 恋爱的时候他已经说过 结婚以后他也说 这个呢 良人不在的时候 他更又说 不管如何 他都是属于良人的 良人现在我看不到他 我还是属于他的 他先确认一件事情 这也是信仰成长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必须认识你的良人 第二个阶段 你必须认识你良人的工作 到底是什么 你必须确认良人的工作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佩搭良人 现在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 他很忙 那每一天他都在工作 垂听人的祷告 他忙碌的很 而且呢 他在哪里 他在园内 牧放群羊 还在采百合花 所以我们看呢 他的良人也没有休息 只不过是说 那个苏拉密罗 你一直看不到他的良人 但是他知道 他会去他的园子里面工作 而且还会去牧放群羊 还会去采百合花 你知道为什么要采百合花吗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曾经有讲过 百合花有两种百合花 第一种的百合花是在哪里的 古中的百合花 是不是 第二个百合花在哪里 荆棘的百合花 那我们说荆棘的百合花 他就表示说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百合遇到逼迫 遇到苦害 以一个教会的历史来看呢 等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教会遇到很大的迫害 甚至于殉道了 甚至于在竞技场 罗马竞技场当中 使的基督徒很多 殉道者道士很多 那个时候整个教会呢 好像荆棘的百合一样 那之前的时候呢 那个女子 苏拉密的女子自己说 我是古中的百合 你说平安无事的时候呢 我们在古里头吐露芬芳 谦卑客气 而且是温柔良善 我们与世无争 我们都以神的爱来爱别人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形象 有好像两种 一种是在古中的 一种是在荆棘里面的 现在呢 他良人在采什么花 百合花 是不是 良人现在在采百合花 所以我们说 良人在采百合花 都有它的含义存在 因为百合花呢 是预表一种教会里面 耶稣基督复活的形象 所以你到复活节的时候 那个百合花一定要摆出来 因为这个呢 是一个基督复活的形象 所以采百合花等于 意思也就是说呢 等到他基督复活 再回来的时候呢 这一朵百合 还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是一种复活的现象 等于耶稣基督提醒我们 他在采百合花 一方面是欣赏那个女子的柔美 那个女子的谦卑在古中 一方面在纪念什么 荆棘里面的百合花 教会里面受到了逼迫 所以呢这个百合 在牧放群养的时候 被采进来 是有她的美意存在的 好了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说呢 这个妻子呢 去肯定了丈夫 她的工作 确认她的工作 那现在呢 我们说呢 那现在丈夫知道 她仍然确认她工作的时候 她在做什么 六章四节 六章四节 这个时候呢 丈夫虽然没有去 跟苏拉命的女子见面 或是去跟她一起住 没有 可是呢 丈夫还是非常地想念 苏拉命的女子 而且呢 说了以下这些话 是去赞赏苏拉命的女子了 来我们看六章四节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沙能 威武如展开 惊奇的军队 注意看啊 他讲三件事情 雅各社里面很多 都是三件事情 三个都是连在一起 第一个 他说呢 你是什么 你如何 你长相如何 美丽 美丽 好像德萨一样 德萨 当然是讨人喜欢的 然后呢 秀美如什么 耶路沙能 那威武如什么 好 好 我们说呢 这里又牵扯到一个什么 牵扯到一个灵魂体这一方面 好 灵魂体这一方面 美丽是从灵里面出来的 秀美是从魂里面 她的 她的这个 这个理性 她的魂里面出来的 那这个呢 威武当然是身体了 那你知道她在讲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等于在讲教会 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时候呢 教会是既要美丽 又要什么 秀美 然后又要什么 威武 又不是很软弱 太阳一晒我就消化掉了 或者是冰了 下雪一来我就冻住了 那整个教会的情况呢 她是威武如展开的 这个惊奇的是一样的 所以如展开的惊奇的军队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期待教会又如何 如果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教会能够像什么样 像美丽的德撒 就像秀美的耶路撒呢 就像什么 威武展开的军队 是一样的 好 再看下去的时候呢 你在看啊 这个丈夫对妻子又说什么呢 她说求你掉转眼目不要看我 以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 卧在激烈的山旁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进上来 各个都有双身 没有一支上吊指的 意思是说你牙齿每一支都很好 你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流 太阳就是太阳穴 可是呢 有六十位的皇后 八十位的妃兵 并有无数的童女 在旁边 等于就是什么 这个六十位皇后 八十位妃兵 就是所罗门王 现在写雅各的时候 她的光景是这样子了 所以呢 这六十位皇后 八十位妃兵呢 都是政治因素嫁给了 这个所罗门王 我一直说了 她都不喜欢她们 所罗门王其实都不喜欢她们 她只喜欢苏拉密的女子 她其实跟苏拉密女子 她才是真正下她的感情的所在 意思就是说呢 她真正爱的人就是苏拉密女 其他的这一切的六十位皇后 以及八十位妃兵 都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嫁过来的 所罗门王都把她放到旁边去 她唯独追求苏拉密的女子 但后来呢 到《猎王记》上十一章的时候呢 所罗门王娶的王后有多少人 七百 她的妃兵有多少 三百 所以所罗门王有一千的公妃或者是王后 可是呢她真正喜欢的只有一个 那是叫什么名字 苏拉密的女子 苏拉密的女子 好了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 这些呢我们都是已经有读过 所罗门王讲话 不很会讲话 她所有赞美的话 都是从苏拉密女子回应给她的 所以呢她就这样子再回应回去 所以我有说过 有时候呢我们要多赞美神 将来有一天呢神就会多赞美我们 因为她不大 所罗门王不大会讲好听的话 可是她讲好听的话 都是从苏拉密的女子学过去的 所以这样子呢她讲了这些好听的话 以后呢她就 她就把她摆在旁边了 不是摆在旁边了 她就讲出来 这个时候呢 丈夫呢虽然看不到妻子 不过她还是想念妻子 她还是想念妻子的好 她在结婚的那一天呢 她讲的这个美 还是现在又讲了 然后我的歌子 我的完全人第九节 只有这个是她母亲独生的 是生养她则 所什么 宝爱的 这种女子见了以后 就称她是什么 有福了 王后飞兵见了 也会什么 也会赞美她 六十位王后 八十位飞兵 看到这个苏拉密的女子的时候呢 她们眼睛也一亮 确实王喜欢她 那是无可厚非的事 因为她真的是很美 她美如什么 美丽如什么 这刚才才讲过而已 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什么 耶路撒冷 还有呢 她的威武儒 展开兼体的军队 好 所以 苏拉密文还是一样说 她是她母亲独生的 而且是生养者所保爱的 而且呢 众女子见了以后 都称她是有福 这个众女子还包括谁 包括那皇后飞兵都赞美她 还好呢 这个呢 苏拉密女子一直担心呢 有六十位王后八十位飞兵 我进去以后她们会不会欺负我 你知道这个甄嬛传里头 清朝里头 王公你们是斗来斗去 你进来 如果皇上宠信于你 她就跟她斗下去 所以那个甄嬛传有六十几集 哎呀 我看 我不太愿意看 因为很心痛 她这边明明好好的 她要把她斗下去 然后呢她又起来 起来又干坏事 人家后面又斗她 然后又有报应 还有整个王宫里面乱七八糟 皇上整天的头痛 在这些人身上就不得了了 所以呢你看了 所罗密王他是很有智慧 他如何安排六十位皇后 如何安排八十位飞兵 安排得很好没出问题 不过他的情感只情独于 情独中于谁 情动于苏拉密的女子 好 我们再看下去 因为这个时间的缘故 我必须宽一点 那个向外观看 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飞舞如展开军起军队的 是谁呢 是谁 现在的苏拉密的女子呢 被人看到她像成光 又美丽如什么 月亮 皎洁如什么 日头 飞舞如展开 惊起军队的是谁呢 当然是指的苏拉密女子 比刚才又进步一点了 好了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说呢 第二 他 一路上的女子路人甲 去问他说 你的男人 你的良人啊 你的良人 到底比别人有什么强处 所以呢 就激发苏拉密的女子 去讲说 我的良人比别人更好得了 那当然这个事情呢 让教会想 我们的主好在哪里 你要去好好想啊 为什么你要在这边服侍神 我的主好在哪里 然后第二 路人甲又说呢 那你的良人 到底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你找不到良人 然后呢 这个苏拉密的女子 就是跟他讲说呢 我的良人 牧放群羊 去工作了 第二个 我们去确认 神依然在工作 神依然在工作 那没有停 所以这是第二个确认 这些的确认呢 都帮助 苏拉密的女子 进入她的成熟期 以前她只是读中于 要跟王见一面 巴布德能够得到王的一个亲吻 然后巴布德能够得到王 带她进入内室 都是做一些梦幻的一种的思想 但她不知道这个王有多么样的忙 王还要来看你 她只想说呢 王明天可以来看我 王把我带入内室 那是多好的一件事 没有 现在她慢慢成熟了 慢慢醒过来 王如果跟他常常在一起 他大概不会很清醒 现在王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慢慢醒过来了 他觉得他在思想一件事情 这个王 这个良人 到底比别人有什么强处 这个王呢 到底往何处去的 我开始要思想这个问题 好 到第六章十一节的时候呢 第六章十一节 他知道他的丈夫仍然在称赞他 他知道王仍然喜欢他 所以呢 十一节里头说呢 那我呢 我就下路到哪里去 河桃园 我要看古中青绿的植物 我要看葡萄发芽的煤油 石榴开花的煤油 不知不觉呢 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里头去了 不知不觉 我好像我觉得呢 当我去看我王的核桃园 我去看我王谷中的那些的植物 葡萄芽 葡萄发芽 石榴开花没有的时候 我好像置身于我在王的一个园中里头 好像我是很很尊贵的人 好像我变成很尊贵 我不是一个乡下的女子而已 我看王的核桃园的时候 等于他看到王还喜欢他的时候呢 他巴不得能够去帮王 当然了他也想说呢 我如果到王的园子去 我还能够遇见他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王是不可能让他遇见的 王要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知道 现在已经2018年了 王也都还没有回来 所以呢 这个事情上呢 我们就发现说呢 这样他怎么成长 他就下去做王的工作 到葡萄园到核桃园去看看 这个开花了 那个关心 这个关心 这个关心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哇 你们这边真的好热 比起那边呢 也热好多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有发现了太热了 里面也好像要睡觉的感觉 整个气氛好像好凝固的感觉 没有像我早上在交捺 这个好像游刃有余 好热 没关系 我要讲哪里 我要讲什么 到核桃园去对不对 看葡萄牙开花了没有对不对 看石榴开花了没有对不对 然后他要关心她 你知道这件事情上呢 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说受到命的女子 就是代表教会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神要我们去看一看 到底教会里面的石榴 开花了没有 那葡萄呢 到底结的果子 开花了没有 或者是呢 这个核桃园里面 有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关系的所在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啊 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的长子们 或者是交给那个牧者 他们去工作就行了 那我们这底下的人 算不了什么 你知道教会它本身 它就是具备有关怀的功能 这个的关怀呢 会让王喜欢的 你知道王虽然没有出现 可是王偷偷的在看她 王偷偷的在看她 而这个女子呢 也去关怀王的圆丁圆子 到底这些有没有长得好 所以教会里面的关怀 是需要这样子去做 所以这个预表到教会的关怀的方面 好了 你当你这样关怀的时候呢 你去关怀核桃园 你去关怀古中长绿色的植物 你去关怀葡萄发芽的梅 你去关怀石榴开花梅有的时候呢 不知不觉 是不是有这个不知不觉四个字 不知不觉的时候 好像我列在我尊长的车中里头 请问什么时候呢 苏拉密女子曾经坐过尊长的车 什么时候 有 她有六十位勇士 都是配着刀的 是抬着轿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车嘛 她是行动车 其实是轿 抬着轿 把她抬到索罗门往前面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她去关怀的时候呢 她不知不觉的 她又觉得 哎呀 我 我真的是蒙恩的人 你看我 有六十位勇士 配着刀 护卫着我 然后连夜把我送到王宫里面去 连夜把我送到 那个跟索罗门往会面的地方 好像我觉得了 我又坐在轿的里头了 那事实上呢 这个时候的苏拉米林子在哪里 是在田野 但是她只是去关怀王的园子 王的核桃园 看看葡萄 看看石榴 到底有没有 这只是近一点关怀而已 这样子的关怀 她不知不觉觉得 我好尊荣 王觉得呢 我很尊荣 她不会说 我觉得我做神的事工很多 我做神的事工很累 然后我觉得我这样的关怀 我给我自己的时间很少 她不会这样子 她觉得越关怀的时候 我越觉得神在尊重我 神爱我 而且也尊重我 我好像呢 我好像坐在王的那些尊贵的车钟里头去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呢 有时候你要去感觉 去感觉到呢 你这样做主的事工的时候呢 是不是觉得好像很蒙恩典 很蒙看重 不是我看重你 而是神直接看重你 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觉得 我很宝贝 我觉得我在你们当中讲到 刚才呢 好多人都要跟我讲说 你好辛苦了 这几天讲到来好辛苦 早上也讲 然后这下午也讲 我说大不了就是两堂而已嘛 我还可以讲四堂 没问题 因为我在你们当中讲到的时候 我好像苏拉米的女医子 不知不觉 我列在尊长的车钟里面 辛苦肉体上呢 当然很辛苦 而且这种道呢 比如说我们在教那讲一堂 其实呢都喘的 这个要吃饭的 要考虑要吃什么 那其实呢 肉体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疲倦 但是呢 在我的感觉 不知不觉的感觉当中 你们给我的feedback 以及我看到弟兄姐妹 连续几堂没停的 我觉得呢 这个吉隆坡 这个地方FGA呢 全面福音堂 弟兄姐妹呢 突然间在这三天里面 变得好年轻 请问 我说你老人家听 你老人家听雅各是不是听什么 你又没有机会带苏拉米女子了 你又坐在这里听什么 可是呢 这些年长的 或者是这些年幼的 或者是中年年 他们还是要听 不是因为要听苏拉米女子的故事 而是觉得这里面 有神对教会的心意嘛 是不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 你看 你在这里听的时候呢 一样你也是不知不觉 好像日子过得好快 你看今天来到最后一堂了 我还在赶 我还在赶这个 赶这个六到八章的事情 不知不觉的当中的时候 我也觉得 好像神的灵造作 好像我突然间明白整个雅各书 我已经听到好多人的feedback 就是雅各书以前 我们看只是这样子 突然间 黄牧师解释以后呢 我们又看到 我另外一样 另外好像在天灵上 那个雅各书 掉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就更加的明白 那个是什么是神的心意 所以你们坐在这里 听雅各书的时候 也不知不觉的 好像你也坐在尊长的车中 是不是 那我呢 我更是不知不觉 有时候也失爱 不是 我没有失爱 有时候也不知不觉的觉得 我呢 好像你们抬轿 我还坐着轿这样子 我们最近这几天 我要进进出出的时候 穿黑衣的都护卫我 有几个穿黑衣的 以前我跟我儿子讲说呢 我去全辈福音堂讲道的时候 有几个穿黑衣的都护驾我 护卫我这样子 然后我才进会堂 那我儿子说 你睡什么 你怎么有可能 人家这什么bodyguard 就站在你旁边 才在笑 这一次呢带师母来 师母亲自拍照片给她 确实有bodyguard在旁边 所以当巴黎嘎把我引进来的时候 然后叫我位置说 我都不用 我也不用拿皮包 我就走进来了 全世界我走来走去 只有全被福音堂这么做 而且还有特权 如果电梯要进来 太多人都出去 都出去 讲员要进来 好像我有特权的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服饰你们很爽 好像不知不觉 坐在尊长的车中里头去一样 我就觉得好像在这里被提升了 但是其实我看你们也觉得 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们也被神的话给提升上来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 当我们去关怀神的事工 当我们做神的事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其实在享受神给我们的荣耀 神给我们的荣耀 所以感谢主 我非常谢谢几个巴黎嘎 真的实在是 让我这几天有一点尊长的感觉 我不必特别辛苦 然后总是有特权 我可以坐在好的位置 我可以要什么有什么这样子 而且我还有旁边还有几个保姆一直跟着 要水 要什么 要不要擦汗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让我能够在这里讲道 你如果去其他的教会讲道的时候 自己圣经拿着尾巴夹着就进去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 等一下你就自己上去就好了 感谢主 我在你们当中没有这样子 因为我关怀你们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地得到神给我的尊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能够做神的事工 哪怕你到老了以后 人家也不会嫌你老的 当你做神的事工的时候 哪怕你站在外面发个 这个周报或招待的时候 人也会很尊重你 这样子呢 当你服侍别人 人混一个笑容给你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呢 你年轻了好几岁 所以下一次呢 在外面站岗 外面不是站岗 那个叫什么来的 外面招待的 不是站岗 站岗轮不到你 外面做招待的 你拍点连长的去的时候呢 连长你会觉得 我能够站在这里 做一点神的工作 我做什么大事我做不来 不过我能够做一种神的工作 那真的实在是 你会不知不觉的 你是得到神的尊荣在你身上 阿们 所以我们从大到小 从老到少 我们都应该去关怀神的事工 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当中里头 要得到神的尊荣 但是呢 如果你是做这个事 要得到别人尊重 那就没有 因为加苏拉蜜 我倒是被这个长老影响 因为长老跟我讲 你知道苏拉蜜是什么 英文叫苏拉蜜 你这么好听的名字 他跟我讲 你知道吗 那个叫苏拉蜜 那把我那个苏拉蜜 你整个美好的形象被打坏掉 所以我要努力拒绝长老的苏拉蜜 我们要拿圣经的苏拉蜜 我记得在台上讲到这个头脑里面 老是讲他的苏拉蜜 因为他读起来很像苏拉蜜 苏拉蜜就叫苏拉蜜 我知道他很聪明是绝顶 所以导致这个 不是苏拉蜜 不是苏拉蜜 是苏拉蜜 因为是这个长老太聪明自己发明的 好了 所以这个事情上我们来看 继续看下去 不知不觉 你不要故意的 好像要得到人给你的尊重 没有 你只有一方面服事 一面服事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你会被神给尊重了 所以你特别想要让人家尊重你 没有 好 这样子听明白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名义 为我们自己被提升而来服事神 我们服事神是不知不觉当中里头 神把我们给提升上去 你们说对不对 阿们 好 好吧 来我们再看下去 六章十三节 现在几点了 六章十三节 这个少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 就对苏拉命女说了 他说呢 回来 回来吧 苏拉命女 你回来 让我们得以观看你 这是路人甲 耶路撒冷的女子说的 路人甲说的 他说呢 那你就回来吧 因为王都不在嘛 那你就回到我们当中来 我们呢 还可以彼此谈谈话 然后我可以观看你一下 那其实呢 当然苏拉命女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呢 已经被肯定了 连路人甲路人蚁呢 也不跟他抢爱情 因为知道这是属于苏拉命女子的 那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王啊 王对着众女子 耶路撒冷的路人甲路人蚁 这么说呢 他说你们怎么去观看苏拉命女 像观看什么 像观看马哈列跳舞的呢 他说你怎么去观看我的 我的这个家偶啊 我的妻子啊 好像观看马哈列 马哈列那种跳肚皮舞的 你以为在看我的女子 看跳肚皮舞的一样吗 这个话呢 我读了我有深深的感受 我有深深的感受 有人就说了 这个教会很好 那个教会很好 你看这个教会呢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我们也派人去学习了 可是呢 这个话你要小心的听着 难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 就看跳肚皮舞的吗 就看那肚皮舞的吗 不是 当我们去看她 学习她的时候呢 是看王所宠爱的那个女子 为什么得到王的宠爱 她到底有什么样子好的形象 而不是去看马哈列的 那些的跳舞的人 所以这个事情上呢 我们有些时候呢 到某一个教会去观摩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稍微留心一下 免得让王又说话了 他说你以为 你要去观看这个苏拉命的女子 去看那个马哈列跳舞的女子的吗 不是 我们去看苏拉命的女子 纯粹是因为王喜欢她 那一种的尊容 那一种的地位 那一种的美丽 秀美 以及威武 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好 看下去 来了 到了这个第七章的时候 到了第七章 我们说了这个时候呢 婚姻了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 因为他们看不到 他们看不到 没有办法见面 但是呢 这个丈夫现在呢 也想念妻子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丈夫不回来 意思是王为什么不能回来 那可能是真的还不能回去 所以呢 王子能思念心腹 王子能思念妻子 所以第七章第一节 他就开始失恋了 我就读快一点 你看啊 他在这个地方有几件事情 是他失恋的地方 他失恋的地方 你看 好 王的女子啊 你的脚在鞋中和起的美好 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 是巧匠的手所做成的 你的肚脊如圆杯 不缺调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的麦子 周围有百合花 你的凉乳好像一堆的小鹿 就是母鹿双生的 你的颈像如象牙台 你的眼目像七十本巴特拉拼门旁的水池 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 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 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 往了心病这下垂的发就细住了 我所爱的了 你何其的美好 何其的可悦使人欢畅喜乐 你的声量好像是棕树 你的凉乳如同其上的果子 累累下垂 我说我要上这个棕树 抓住这个枝子 因为你的凉乳好像葡萄 累累下垂 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好了 我们有发现了 这个时候的王讲的话 有没有比以前多一点 是不是多一点 我刚才讲说 我们说王 王本身他不太会讲太多赞美的话 他所说的赞美的话 都是苏拉密女子激发他的 都是苏拉密女子给他的 所以他就慢慢的学会去称赞苏拉密女子 意思就是说我这几天有讲过 你如果要得到别人更多的称赞 你就要学会如何去称赞别人 所以呢 王本身他不太会称赞 他讲话就是一句两句 一句两句而已 可是因为苏拉密女子 讲很多赞美的话给他 你是赞美他的本 赞美这个王的这个形象 从头到脚他都去赞美 这样子呢 王开始也会回给他 回给他什么 回给他 哇你从头发身体上每一个部分 他就讲得好漂亮 这样讲了 讲到最后的时候 他说你如果你的身量 如果是一棵棕树 我巴不得我就上去 能够抓住那个枝子 意思是我就上去那个棕 上去那个棕树上面 在那里享福 在那里欢畅喜乐 所以呢你看到 苏拉密什么时候 学会这么多的赞美的词 都是苏拉密的女子激发他的 所以呢我们就说呢 请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 多赞美别人 如果你老是跟他讲说 你这个笨啊 你这个人又粗啊 因为这个人长得又难堪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讲了很多啊 到时候有一天啊 人像鹦鹉一样又回给你 然后你怎么这么比我还笨 你怎么比我还粗罗 你怎么比我还丑 就回给你去 所以呢我们说呢 如果你要得到神更多的称赞 那你就得要多称赞神 那你就会得到神更多的称赞 所以呢教会也是一样 如果教会全体 都一起来赞美神的时候 赞美的言语就可以发明了 神的什么荣耀 所以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神给尊重我们 我们又不知不觉的当中 坐在尊长的车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不知不觉很重要了 我们如果有知有觉 好像觉得我如何如何 那就不是真实的 但是你这样赞美神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的 神把你提为神 看你提升了 把你提高了 让你得到尊重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所内网 讲了很多称赞的话语 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如果要一一解释 这些都有预表的 我先跳过去 跳过去 后来呢他就觉得呢 他对他的所爱的 他对他的这个 苏拉命的女子呢 他就觉得你是让人 可以欢唱喜乐的人 好了那女子就说了 女子就说了 第九节下半段 女子就说了 他说了 我为我的良人呢 能够下烟舒畅 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这是女子说的 这是苏拉命女子说的 意思就是说了 王啊你如果果真呢 就觉得我是这么样子了 这么样子的美 这么样子的让你喜悦 让你欢唱喜乐 那你就吃进去吧 你就把我给吃进去吧 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全人献给主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说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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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像一个活祭 是不是 然后能够献给耶稣 这是什么 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 所以呢 现在呢 现在苏拉命女子开始讲话 因为王称赞她有这么多好 而且王就觉得你让我欢唱喜乐 那苏拉命的女子最后她就觉得 那王啊 你就把我吞进去 让你下烟舒畅 你给我吃进去 你如果觉得很喜乐 献上给你 你吃进去吧 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说苏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为献上给主好像很辛苦 还要经过好多的奋斗 还要经过很多的事情 今天你就可以对着主说 主 把我吃进去 让你下烟舒畅 你就吃进去 流入你的嘴中 就流到你睡觉人的嘴中 我的良人啊 你如果愿意 我就奉献给你 让你下烟舒畅 流入你的嘴中里头去 哎呀 感谢主 我们说呢 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们的爱呢 全部被神给吸引去了 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里头 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就献给他去 你不觉得这很美的一件事情吗 王这样的称赞也不搅柔照做 可是呢 那个女子呢 听到王这样称赞的时候 她十分的感动 我愿意把我这一生 就是献给她 就是属于她 所以她常常喊说 良人属我 我属良人 良人属我 我属良人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再是我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什么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基督在你里面 你是属于基督的 那基督当然也是属于什么 你的 美不美 大概你不会欣赏 我还没有办法流入你的嘴中 流入你的嘴中太可惜了 你要好好看这一段 你就会想想了 哇 你看 良人称赞她有这么美的一段 从头称赞到脚这样子 然后呢 就觉得她像一棵棕树 我能够上去抓住那个枝子 然后呢 这样子的事情多么美 让我能够欢唱喜乐 苏拉命的女子听了以后 那就干脆你就吃进去吧 流入你的嘴里头去 让你下烟舒畅 让你更加的欢喜快乐 好了 所以我们来看了这个碗以后呢 七章十节 妻子呢 对着丈夫就说了 我是我的良人 她也是恋慕我的 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个呢 妻子已经对丈夫表白 我愿流入你的嘴里头去 请 请便吧 好 你随时拿 我都可以愿意的 好了 七章十一节 那现在呢 妻子更加的表白了 更加表露她如何的甘心情愿 她说我的良人啊 来吧 来吧 你我可以往田间去 我们或许可以在村庄里头 住个树吧 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去看葡萄园 那我们看看葡萄园 发芽开花了没有 石榴放蕊没有 我在那里要将我的什么爱情给你 你跟神同行 你跟神同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觉得 我跟主 我真的是爱了主 我感觉主在我当中 我真的是很喜欢 很爱我的主 我跟他一起同行 我跟他一起同坐 我跟他一起同工 在这个地方 还有呢 他说呢 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还不够 还不够 他还讲说呢 当风且放香的时候呢 在我的门内有各样新加 各样新陈加美的果子 我的良人呢 这个呢 都是为你什么 存有的 你看呢 苏拉米的女子呢 她就做一个美梦 她就想象一个美梦 如果呢 你能够回来的话 那我们一起到葡萄园去 在那里呢 我们有同行 然后去看看葡萄花样 然后去做一点工作 我跟你一起同工 然后呢 我们去找一个村庄 找一个屋子 我们来注射 我跟你同住 这样子呢 让我们两个人 可以享受这份的爱 除此以外呢 我 如果你觉得呢 这份的爱情 还不够献上的时候 那风且如果放香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吃我新陈加美的果子 是不是这样 新陈加美的果子 我愿意把我身上的果子都给 什么叫做风且放香 风且是做什么用的 风且做什么用的 风且你吃了以后 你的热心就会增加了 好 简单来说呢 它是一种吹琴剂 它是一种吹琴剂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平淡的爱情还不够的话呢 那我再加一点风且上去 我的情绪 我的爱会更加高涨一点 那这些你都可以享受 你可以吃进去 所以呢我们说呢 哎呀这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苏拉米的女子呢 她毫无保留 她认为我就是王的 所以呢你要我怎么配搭 我就是配搭你 反而我信上去给你的时候 哪怕你不在 我可以想象中 我信上给你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好像我的身份 我的地位 我的所有这些都被提升了 好了 这个完了以后呢 然后八章一节 哎呀我们果真进入第八章了 这堂课要到几点了 好好好可以讲得完 不担心讲得完 好多人都要担心你讲得完嘛 可以的 来八章一节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 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一样 什么叫做兄弟 兄弟就是呢 一家人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今天来到我的家 就像我的兄弟一样 我们都是一家人 那是我母亲生的 母亲养的 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跟主都是一家人 所以呢 在这里 女子是这样子讲 那我在外头如果遇见你 我就会跟你亲嘴 谁也都不会亲干我 我意思说呢 我是跟你是兄弟 我是跟你是在一起的 我如果亲个嘴给你 你人家也不会觉得奇怪 那我必引导你 离你进我母亲的家 这个时候呢 我会带你进去到我母亲的家 我可以领受教训 也就是你喝石榴之量的香酒 这个时候 他的左手必在我的头下 他的右手必将我 什么 那请问呢 这个画呢 又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先前他不是有看得到了 对不对 先前的时候 他不是王把他带到盐宴所 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 还不是定他的位置 是皇后的位置 还不是 苏拉命女子那个时候 还只是羡慕跟那个良人在一起而已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呢 有一天王突然间带他去盐宴所 在王公贵主的面前去认定 这个就是我的女朋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女子不是很惊讶吗 而且呢 他真的是喜悦 高兴到了 昏厥了 人有时候太高兴到昏厥了 他高兴到昏厥了 他说不行了不行 不能呼吸了 需要喷喷水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在那里 好 好 好什么 他的里面就是 那个情绪很高张 然后呢就说不行不行 我要昏倒了 所以给你 求你给我一点葡萄干 我能够吃那个葡萄干 然后呢 葡萄干吃下去以后如何 我们在第二章前面的时候看 葡萄干吃下去如何 葡萄干吃下去如何 哎哟 你这都刚讲过的 葡萄干如何 二章五节说什么 葡萄干吃下去以后 是否可以增补我的体力 是不是 然后呢 给我苹果 让我畅快我的心 因我什么 施爱成病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请问 吃了苹果了 吃了葡萄干了 那如何 站得住了吗 还是昏倒了 当然是昏倒了 一定是昏倒 所以他左手在握以下 右手在握以上 这个时候呢 他 所罗门网就抱着他 是这样子 所以呢第一阶段的时候 他被带到盐盐所的时候呢 他就昏倒过一次 现在呢 现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呢 他的情绪又到某一个高涨的程度了 他就觉得他的爱已经陷到一个完全的地步的时候呢 他又昏倒了 他的昏倒这个时候没有葡萄干可吃 也没有这个苹果可以昌快我的心呢 但是他的昏倒是好的 因为喝了石榴汁所量的酒 给了所罗门网去了 所以呢 他的昏倒也是这样子 左手在我的头以下 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了 好了 我们说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整个 从呢 从第几章 从第七章的十一节 到了第八章的第三节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女子把她的生命 灵 魂 体全部都献上 给良人去 这个是让我们学习一件功课 我们如果服侍神 我们如果爱主 我们愿意跟随主 我们所献上的不是还有保留的余地 保留这样 我觉得我能够做这样子而已 是的 你可以做到你的顶点 但是呢 在马太福音里头呢 有人在试探耶稣说呢 那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 耶稣跟他讲说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是不是 那那个观感 那个感觉就像现在这个感觉一样 只不过说他没有那么思群怀 因为律法就是很 硬蹦蹦的 这个雅各苏呢 他就是比较事情化一点 其实那个层次呢 就是现在像这个层次一样 从七章第十节 一直到第八章第三节 讲到那个爱呢 是一种完全的线上 而且呢 让王呢 能够欢唱喜乐 让王能够下淹舒畅 流入他的嘴中里头去 好 第八章第四节 现在丈夫呢 对着耶路撒冷的女子说话了 丈夫也听到了 虽然没跟他在 但是听到了这个家偶 这个女子的表达的时候呢 她说呢 约瑞撒冷的这种女子 我嘱咐你不要惊动 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其实呢 所有人都不需要再讲这一句话 她情不情愿 情愿 她就跟你讲说呢 如果 如果 你能够把我吃进去 流入你的嘴中 我都甘愿 但是呢 所谓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件事情 不是出于勉强 我也不需要你勉强 所以耶路撒冷的这种女子呢 我指着 我这个时候她没有指着什么东西 上一次还指着什么 母鹿啊 还有领养啊 宣示指 嘱咐他们 不要去惊动她 对不对 这一次她没有了 她说我嘱咐你们 不要去惊动她 不要去叫醒她 我所亲爱的 等她自己情愿 其实呢 神 所谓那王有几次呢 已经第四次了 她这样子问 她这样子跟这个 所有的重女子 她就这样子说 这已经是第四次这样说了 那为什么老师呢 这么样子的情感的时候 这么样子的高涨的时候呢 她还要停下来问一下 要等她自己情愿 我觉得呢 雅各苏里面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 你情愿吗 今天你跟我讲这句话呢 我当然很感谢 可是我怕你回去以后呢 我怕你回去你就 又变了 你今天在这里的时候 你会很情愿 而且呢这个气氛 氛围之下的时候 你很高兴 没有问题 让我流入你的嘴中圈 可是等你回家的时候 你又发现 哎呀不行了 不行了 我好像不够资格吧 我好像又开始 又开始回忆了 又开始反悔了 所以呢 这里大概有四次的机会 所罗门王了 虽然心情也是很高涨 也知道说这个女子 愿意把她奉献给她 可是所罗门 当然还是理性的停下来 不要惊动她 等她自己情愿 你觉得有道理吗 人很善变 人很善变 在这个氛围下的时候 我愿意全使父是谁 我愿意把她奉献出来 等到回去以后 开始在想台阶 怎么下 怎么逃 怎么离开这个 想一想觉得不对 我干嘛要在这个地方奉献 我还可以赚很多钱 不然我是赚钱去奉献 不然我去做什么事情奉献 我们就会开始想倒退的路了 所以所罗门王停下来 也是有道理的 大概有四次的时间 他都说不要惊动她 不要惊动她 等她自己情愿吧 所以呢 我们请求神帮助我们 你情愿不情愿 没有人可以逼你 而且没有人可以找你 说你一定要这样签下生死状 把你抓来 你只要站在台上了 愿意奉献的都签生死状 到时候你不来 我就拿生死状去追你 再不来 所罗门王底下 六十位带刀的勇士 就到你家砍了你了 所以呢 我们也不需要呢 你看所罗门王 在那种环境底下 他只要发一个命令 所有的这些带刀的勇士 全部都可以出来的 他们都是好厉害 打仗很厉害的人 但是呢 所罗门王还是要问一句话 你情愿不情愿 不要惊动他吧 让他自己说 如果他不情愿 就回去 因为神只用情愿的人 神又不能够用反反复复的人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 第八章第五节 那个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这个前面已经有讲过了 那个良人从旷野上来的到底是谁 前面呢也是这样子讲过 其中他良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 他从旷野上来的那一位 意思就是说呢 意思就是说呢 他是从旷野上来的意思 他就是在旷野里面传福音 接续的施洗约翰的那个位置出来的 他说呢 我在苹果树下去叫醒你 现在所罗门王在回忆 第八章第五节下半段 所罗门王在回忆了 他说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 你母亲在那里是为你驱劳了 那么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驱劳了 等于就是呢 在苹果树底下的时候呢 这个母亲呢 努力的生养她 照顾她 在那里确实是为她驱劳 使她能够呢 把这个女子呢 养的这么好 养的这么大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看八章第六节 第八章第六节 现在女子呢 听到所罗门王讲说 你心甘情愿吗 讲到这些所罗门王的回忆的时候呢 这个女子就做了一个宣誓 这是一个爱的最高境界了 她不要在所罗门王一直想说 等她心甘情愿 现在女子呢 不想要再听到这一句话 我已经跟你表达好几次 我愿意 我愿意 连讲四次我都愿意 甚至呢 吓到你的嘴中去 我都愿意 那你还要再要求我什么 后来呢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 为了要表达对王的绝对的愿意 她就有一个宣誓 这个宣誓呢 等于是女子对王来看的时候 我的爱情不是普通的爱情 我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爱情 至于请王稍微留心 我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 我愿意 这个不是普通男女之间的爱 而且这个是超越男女之间的爱 好了 我们看第八章第六节 第七节 我们大家一起练 来 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史的坚强 记恨如阴间的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是烟火的烈焰 爱情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 就全被藐视了 这个时候的女子呢 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因为王已经说呢 不要惊动她 让自己情愿 她已经耐不住了 我情愿 所以呢 她就做一个宣誓 表达她的爱 她说这个爱呢 请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 如什么记 如印记 戴在你的背上呢 就刺在你的背上嘛 如戳记 因为爱情如史的坚强 记恨如阴间的残忍 所发的电光 是火焰的电光 是耶和华的烈焰 因为呢 那个爱情的坚强是很亮的 很明亮的 好 爱情呢 是种水不能够熄灭掉的 大水也不能淹没的 还有 如果有人拿家中的财宝 要换这份爱情 换不换 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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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 如果有人用钱去买那个爱情 苏拉密女子自己说呢 这个人全然会被什么 藐视 当然这是一个双观 如果所罗美王 你喜欢我苏拉密的女子 你是拿钱来买我的话 你也买不到 你买不到 但是呢 我如果要情愿跟着你的话呢 我是用什么来代替的话 我如果不能够在你的背上当戳记的话 印在你的心上呢 这份的爱也不够坚强 也不够坚强 你也不需要接受这份的爱 所以呢 他到这个最高境界的时候 他开始表达说呢 你就把我待在你的心上当中 你到哪里去的时候 他那个印记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然后呢 这个 你可以把它放在手背上当戳记 你知道 美国NBA打篮球的 胡人队的 过去胡人队现在已经退休的 现在已经退休了 叫做Coby Bryant 知道这个人吧 大概都知道吧 除了老人家 大概不看NBA篮球的 大概其实Coby Bryant都知道 你知道他 你知道打篮球的人 他们也是花花公子了 那有一次呢 在DANFORD打球的时候 他出了一些事情 就出了一些事了 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 他就到法庭里头去 人家就要告他了 而且他要赔偿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种仙人跳的感觉了 后来呢 他要取得他太太的原谅的时候 他回来 他把他太太的脸孔就磕在他这里 所以你现在如果打开Coby的这个绑子呢 他太太的脸孔就刺青 就把它刺在这里 这个很像我想起来了 想起现在雅各书第八章这个地方说呢 请你把我带到心上如什么印记 心上你看不到你刻不进去 然后呢你把我带在背上如什么戳记 这样子呢表达了Coby表达说呢 我一辈子不会再出卖你 我一辈子一定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到如今呢 Coby还是跟他的太太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 因为这个磕的洗不掉 如果万一我再化人 我再去洗 割不掉了 已经插在那 所以呢 那你说呢 我跟我的太太离了婚 跟Coby的太太离了婚 她叫Venisa 离了婚以后 那又有一个新的女子 那么我来磕这边吧 那两边都磕完以后 不然磕后面 你磕到全身 你的心不专意的话 也没有意思 也没有意思 不过这个爱情的表达 它就是到这个地方 用宣誓的 这个宣誓等于进入到完全 所以呢 圣经上里面也说了 你不要学不去宣誓 你一宣誓就是进入完全了 进入完全 所以爱的完全 现在呢 这种水不能够熄灭 大水也不能够淹没 有人拿财宝 加装财宝换这个爱 不给 不给 好了 这样子呢 我们说呢 基督的爱到此呢 的成全也是这样子 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他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第八节所说的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主为我们定在实降 那一份爱 永远都刻在我们心上 而你献给主的那一份爱 主都刻在他的背上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勉强的事 这个也不是一个 你要用财宝给换得来的 你不是因为有钱 所以主为你死 主为你死 为你活 是因为耶稣爱我们 好了 现在呢 注意看第八节 注意看第八节 我们要去香草山之前 我们去香草山之前 这个已经看到整个教会的时期呢 教会的时期已经开始慢慢往这边移了 我们说呢 在这个错误的时期当中里头呢 也是说他们在蜜月起以后呢 良人要进来 不是要开门的时候 他没有让他进来吗 有没有 后来良人后来就离开了 是不是 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个时候他伸出很多的想法来 比如说呢 静信会的路德会的 种种我今天早上有解释 那个教会的整个都在那个地方 以后春春就展开了 那你知道吗 越往后面移的时候 就表示教会的历史 越要快结束的时候了 教会的历史快要结束的时候 所以呢 到了第七章第六章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苏拉利米女子呢 一直在成长成熟 先去确认我的良人 什么地方比别人强 后再确认我的良人 他的工作是如何 再确认一件事情 我愿意 我确认我自己 我愿意帮助我的良人 进入到核桃园里头去 所以呢 就开始都在慢慢慢慢确认了 这个时候教会呢 要进入到成熟期了 所以呢 我们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 从1950年 很多教会的 这个灵恩的真理 它慢慢慢慢慢慢 都是彰显出来 其实这些灵恩的真理 彰显出来 只是在确认一件事情 确认一件事情 确认你的良人 比别人强嘛 确认你良人的工作 良人的工作比别人 良人的工作 你愿意参与吗 然后呢 再确认你愿不愿意 进到良人的原子里面去工作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 到了一个灵恩最高境界的时候呢 你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 你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发展 你只能说呢 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我与主 主与我都是合一的 所以如果你在灵恩的境界里面 还格外觉得我格外的厉害 我格外的强盛 那个就不是神的意思了 这个时候呢 人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没有可上去的 你只能跟主什么 合一 那这个合一的时候呢 就要强调什么 他又倒回过头来 强调什么 爱 强调神的爱 约翰一书里面 二书三书里面 都要强调神的爱 我小子们 我再告诉你 不是给你一个新命令 乃叫你们彼此相爱 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你就认得你们是主的门徒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爱 就成全了 所有教会整个的历史 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成全所有的历史 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 到了后头来的时候 教会里面讲的都是 讲什么 讲爱 你哪怕是呢 神召会 A Samuel of God 那个时候强调说方言 到了1950年的时候 强调敬拜跟赞美 还有预言 还有这个属灵的恩赐 到了1990年20年的时候 开始讲到使徒先知的运动 然后到了现在2018年 恐怕还有人一直在 使徒和先知的运动当中 可是你说使徒先知运动到 到底的时候是什么 到底没有了 没有了就是什么 爱 就是神的爱 所以呢你如果看到一个 教会的成熟度 你如果要看到教会的成熟度 如果看到他的恩赐很彰显 以及各方面很厉害 我这个使徒先知的恩赐很强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还没有达到顶端 你还没有达到顶端 但是如果你能够达到顶端的话 我们说每一个信徒都会讲爱 那个才是一个重点 它是一个重点 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说呢 如果你们如果不能彼此相 那请问你的使徒 你的先知干嘛 你的传福音干嘛 你的牧师干嘛 来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看了 这份的爱要临到谁身上去 第八章第八节 第八章第八节 来我们有一位小妹 她的良如尚未长成 有人来提亲的日子 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呢 她若我是一面墙 那我要在骑上来建造银塔 因为墙嘛 我要到墙上 我要用银塔 她若我是一扇门 那么我要用香薄木板来维护它 让这个门呢 有个板子围绕着 八章十节 先讲八章八节跟九节 这个事情 这个是一个预言 这个不是 突然间冒出一个 我的小妹 良如尚未长成 那你看看我的小妹 怎么长成这样子 那有人就来提亲了 亲爱弟兄姐妹 要注意小心 这个是一个预言 这个是一个预言 你要知道 将来信徒是年轻化 越来越年轻化 越来越年轻化 那什么叫做提亲 提亲就是呢 神要提早使用它 那他小小年纪 他就要生养 开始生养 开始生养 所以一间教会里面呢 他的事工里头 开始发展儿童 开始发展青少年 青年的事工 而看中这个事工的时候呢 这个的教会将来 他在神的面前 是符合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个光景的 好 现在呢 有时候教会呢 我们说连长了一堆 当然我们也要照顾连长了 没错 那我们教会呢 你一眼望过去 我的教会一眼望过去 五十好几的很多 那哪怕呢 是八十几九十以前 还有九十几的都有 都有 但是又如何 也不能代表如何 也不能代表如何 整个教会呢 将来一个复兴的教会 会变成年轻化 他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有人会来提亲了 等于就是那年纪轻轻的时候 神就要使用他 然后他就要开始去生养众多 所以我们就觉得呢 如果今天呢 他是一座墙 我就在上面盖银塔 等于我这些叔叔们 婆婆们 阿姨们 就帮他盖个银塔 让他能够 有人可以在那个上面 如果他是一扇门 如果他是一扇门 我就让你帮他盖木板 就这样 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如果你现在超过四十岁的人 举手我看看 你们的服饰是什么服饰 盖门板的事啊 都是你们 盖楼塔盖银塔 就是你们的事 因为有人要来提亲了 有人要来提亲了 三十岁以下的举手 我看 三十岁以下的 大有人在 二十岁以下的 你三十岁以下没举手 二十岁以下有点举手 很奇怪 好 有没有十五岁以下在这里 十五岁以下的 那边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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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 将来 教会的年代都是他们 十五岁可能有人来提亲了 不是肉体的 属灵的 属灵的 那现在如果儿童出入血里更糟 还有呢 现在还没有出生的 在肚子里面的 这些都是将来教会的栋梁 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有一个迹象 就是这个迹象 那个良如尚未长成的 会充满教会 那你看 现在的 你现在的IS 那种恐怖分子 他不是用成年人去装炸弹 他都叫小孩子 是不是 你知道 这种魔鬼的世界 他开始在用小孩子了 去做一些恐怖爆炸破坏的事情 但是相反的 属灵的另外一个世界 也是会用小孩子 所以请我们不要忽略小孩子的事工 因为这个事工 会将来是在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一个记号 如果哪一间教会 那些孩子的事工 青少年事工做的旺盛 那就表示 那个教会是神确评重选的 是神确评重选 还有另外 如果哪一间教会呢 还只是谈能力 恩赐的方面 那个还不够格 神来使用它 那一间教会如果 最后的等级是谈神的爱 我们要多彼此相爱 我们要多用爱来服事的时候呢 那个教会也几乎接近于成熟了 完全的成熟 就可以收割了 所以现在的雅各书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说教会历史到最后的时候呢 它的光景会是这样子 一个讲爱 第二个讲未成年的那些小孩 那些的小孩 所以教会的历史将来会走进这两条巷子里面去 这两条巷子如果做得好 那教会就完全了 当然我也没有忽略 没有忽略我们这些叔叔 这些人 那你在教会做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教会闲着没事 神也喜欢我们 因为曾经我们也年轻过 曾经我们也做过小孩子过 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做小孩子的时候 没有这样子被看重过 或者没有这么样子的被重视过 可是现在你不能这样子不重视他们 现在我们的工作 四十岁五十岁以上的人 你就去盖银塔吧 你去盖银塔 然后呢 如果这个门没有这个门板 你去盖 用香薄木板盖门板 这样子呢 有人来提亲的时候 最好有利有外 有利有外 好了 所以呢 完了以后呢 我们说了第八章第十节 第八章第十节 我是墙 我的良如像其上的柔 那时呢 我在他眼中 像得平安的人 所罗门在巴黎哈门 有一个葡萄园 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人看守 为其中的果子 并交出一千色克勒的银子 为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 所罗门呢 一千色克勒归给你吧 两百色克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 那我不拿 我不拿 意思就是说呢 我甘心愿帮你看守这个葡萄园 那这样子呢 你这个住在 这个时候丈夫对妻子说了 意思就是说呢 所罗门对的苏拉密女子说呢 你这个住在园中的呢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呢 使我也得听见你的声音 注意看最后这个事情 注意看这个事情 现在呢 这个园子呢 这个园子 最后呢 要最后做一个收拾了 我们要把这个果子都收拾起来 苏拉密的女子说呢 我就在那里面工作 我一毛工价我都不要 你把一千色克勒给谁 你把一千色克勒给的 那个看守的人去吧 然后两百色克勒给看守的 一千色克勒归给你 你自己吧 那至于我 我不拿了 等于就是我做白工也好 我做什么 因为爱的缘故 我不会跟你计较这个 我只愿意跟着你 我只愿意把我这一生 事丰 献上给你去 所以我们就说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有声音就出来 这个是所罗门王的声音 王就说呢 哎呀 你这个住在园中的了 同伴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因为呢 你确实摆上 你也确实牺牲了 这样子呢 你有权柄可以说话 你如果没摆上 你只是指挥别人的话 那个没有用 那个没有用 可是你摆上 你也不收赢价 那你真的这个人 你的说话 人会听你的声音 不单单人要听你的声音 谁还想听啊 谁还想听 王 王还想听 所以他的声音 变成是 变成是别人也想听 别人也必须听 还有呢 王也想听你的声音 我们说这个福士 整个教会历史 走到最后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阶段 我们还现在没有看到 不过呢 不过 如果教会 要迎接主再回来的话呢 不能忽略这个 第一个 那是讲爱的教会 第二个 那是重视良辱 尚未长成的小孩 因为提亲的日子来了 第三呢 我到园子里头 帮你做什么 我不拿工钱 我不拿工价了 一千克色归给王吧 两百克色归给看守的人 我 我进去里面 所以呢 丈夫 就是王啊 很感动 她说呢 这样的人啊 你在这个地方圆整 所有的人都必须听你的声音 还有连我 我也要听你的 王怎么能够要听你的 但是王尊重他 因为你已经在这里 侍奉和工作 你的声音 连王都想要听你的声音 所以呢 这样子的事情上呢 我们说呢 已经到了这个完美的地步的时候 我们有别的要求了 后来呢 到了第八章的十四节呢 这个妻子呢 这个苏拉密的女子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期待了 她说既然呢 已经到这个程度 爱提亲 还有 还有爱提亲 还有不计较赢价的问题了 然后呢 王也确认 大家都得听你的声音的话 整个世界上呢 你说的为帅 别人说的不帅 你说的为帅 那这样子的事情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一个期待 期待什么 她说呢 我的良人啊 那求你就快快来吧 如同羚羊或者是小鹿 在哪里 香草山上 我在香草山上等你吧 这世上已经没有 我可以再做的日子 整个教会的历史 到此告一个段落 这个世界 可能就交给魔鬼撒旦去 我就在香草山上等着你 后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主耶稣基督降领的时候 是在哪里 橄榄山 他的两只脚要踏回去 橄榄山 所以这个香草山 就是启示录所说的 那个什么 橄榄山 那教会的历史 要告一个段落 整个教会的历史 要告一段落之前 因为外邦人要进场 犹太人 外邦人他们要进场 所以教会的历史 会告一个段落 这样子呢 整个教会的历史呢 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 罗马书第九章 还是第十一章的时候 有说呢 等 这些犹太人 等 外邦人全数得救以后呢 外邦人全数得救以后呢 犹太人他们就要进场 他们也要进来得救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外邦人 如果全数得救了 那等于就是 我们教会就告一个段落了 整个教会的历史来看 他就是告一个段落 没有了 要等犹太人进场了 所以呢 我们说呢 请弟兄姐妹注意 雅各苏呢 是一部教会历史 雅各苏呢 整个就是一部教会的历史 所以 他到最后所指明的那几件事情 能就是教会的完全 如果教会进到这个完全以后 那我们就在香草山上 等着主来提我们回去了 我们就等待着 那一天 我们在那里 遇见我们的主 在办公中与主相遇 是这样子来的 好 所以呢 弟兄姐妹我们觉得 这几天呢 我们很努力 我们把整个的雅各苏呢 就告一个段落 其实呢 最后我要掌握的是 教会的走向在哪里 教会要发展的走向 是什么走向 要注意 教会要发展的走向 第一个 他一定会回到爱里头去 回到爱 彼此服侍 用神的爱彼此相交 这个爱 不会让我们背叛主 也不会像犹大在我们当中都不会 这个爱会磕在心中当印记 挂在手上当戳记 好 第二个 良辱尚未长成的小孩 有人已经在门口要提亲了 好 这个姑且你去想象 姑且你去想 所以 儿童事工 青少年事工 不能废 而且要兴旺 一个教会里面的 越小的孩子 越兴旺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教会 越更像主要回来的教会 第三 我已经不讲跟主讲价了 我做你的工 我不讲价了 一千克色勒归你 两百克色勒归看守的 我 无价 无价 因为我已经等候你要回来了 世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无所谓了 我就是要等候你回来了 这样子明白了吗 整个雅各书最后所指的 香草山 就是这几个特点 让我们能够完成这几个特点 我们就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了 我觉得 在我们自己这个教会的当中 最近这几年 已经开始在发展年轻人 不是最近这几年了 已经发展年轻人 年轻人发展完 还要发展青少年 青少年发展完 还要发展儿童 还有呢 现在等着要进来的 那些还在腹中的小孩 都已经在排队了 所以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些青少年 在还没有长成的时候 有人就要来提亲了 哈利路亚 做父母今天不要紧张 我这么小就要提亲了 我指的是属灵说的 而不是肉体说的 说不定将来人家 15岁已经是成为大组长了 大组长是不是 是叫大组长了 所以可定的17岁已经当区长了 来吧 我们可以推到后面去 我帮你盖营楼 然后呢我可以帮你盖木板 我都去做 你就来做区长吧 你就来盖做大组长吧 阿们 哈利路亚 结束了 如果先前的你没有听到的话 那你去听听 他们也许有别的录音吧 这堂课里头 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一起来祷告来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因为这几天我们讲的雅各书呢 不单单只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我们一直看到教会的历史 一直在雅各书里头不断的出现 不断的在出现 请求主耶稣基督 你让我们能够在最后的时候 整个雅各书所指明的是什么现象 那就是教会末了的现象 主要我们有看见那个爱的成分 在整个的雅各书里头是最后的成分 还有呢 还有 梁乳尚未长成的小孩 已经有人要来提亲了 还有 那个在田中做的工价 我们已经不再跟你计较了 已经我可以不必需要有工价 我愿意来服侍你 还有我们有一天要在香草山上 来等候良人再回来 主耶稣我们也期待香草山上的那一天 我们在那里也有份 谢谢主 主要求你保守这个教会 保守在座的弟兄姐妹所听见的道 主要让这个道生根在这个教会里头 而且让这个教会越走越像雅各书的教会 谢谢主 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 谢谢主这几天 你的恩典 你的爱与我们同在 保守看顾我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主 往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祝你 一起坐 我